恭喜 早知道你可以的 剪衫吧 没想到咱班 你是第一个通过的 祝贺 小羽 你今天 比以往飞的都棒 吴迪呢 他去哪儿了 我还想让他把我剪衫呢 怎么了 那是不好了 吴迪真的在外坚持 违反小规 要被开除了 听说是肖默发现的 还抓了个现行呢 你拿着剪刀干吗呀 我为了 那是肖默表 我让你给开几天 都是什么 你干吗 给我 好像是谁 都不是 这么香 就这么败吧 就已经知道了 我互相 放在里面 他只能帮我 别装了 你向教官告我的密码 要开除吴迪 没必要跟你解释 我告诉你 只要跟吴迪有关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不是这么对个女孩的 有意思吗 有完没完 敢做 不敢当是吧 你就是个闹主 住手 你们两个干什么 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小人 够了夏宇 是他够得住 我得替你教训他 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这样 你真的是缺钱吗 非要去坚持赚钱吗 我妈 她不希望我上航校 所以把我的卡都停了 要我退学才让我办回来 只有我好死不死 被肖默看到 教官 你药杀药稿 随便你吧 我说肖默给你的 就这个影响 他肯定又觉得 我不够专业了是吧 我承认他是一个 好的飞行员 但是他老拿自己的标准 去衡量别人 也太不近人情了 这官这是 从去年开始 公司为了树立企业形象 做了一个公益项目 会派员工在休息的时间 定期去福利院看望老人和孩子 虽然是个公益项目 公司也会酌情 给员工一些经济的补偿 钱是不多 但对你来说 只要省着点花 学费是够的 就当做勤工简绝 教官 您现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觉得 我有时间跟你开玩笑吗 谢谢教官 不计前嫌 我保证我一定好好地上课 绝对不会再去兼职了 那不要谢我 谢肖默 这个项目 本来是对在职员工的 但是肖默帮你争取 让你这个在校生 也可以加入进来 他对你 真的是用心良苦 是 谢谢教官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跟我话说回来 违反教规还是要处罚的 看你情况特殊 重庆处罚 我先你一天之内 把那个吹风机和微波炉 都交上来 是 教官 这么说 我误会他了 而且不只是这件事情 就连容若雪眼镜的事情 也是肖默帮你想的 不过他知道你不会接受 所以他不让我告诉你 行吧 那你替我谢谢他总行了吧 其实你想想 肖默算是很帮我们吧 他这么做 其实很够意思 那 也不能算是朋友 除非 他不跟我亲 有了这个公益活动啊 我的学费 算是有着落了 至于生活费嘛 我之前还有一些存款 应该趁到毕业是没有问题的 那可不行 他有他的方法 我也有我的方法 我也有方法 帮你中到学费 不用你帮我了 我可以自己想办法的 行 那你靠你自己吧 但我还是要帮你 我的方法一定比他好 好 我要去找肖默了 下次再来找你 下次再来找你 буде 我去帮你 找你 小鲜 那我可以帮你 这个我不该帮你 因此 现在一定是药 再来